第四場 四班1200米 三天的頭關 我覺得這場真是拚爆頭 佳欣每隻隻拚上手 你都是覺得他有缺點大於優點 容中取舊又選什麼呢? 唯有方向放在前面走 其他弱雞追不到 以及有體力的側身馬 五目的精神威 在試襲方面都很快襲 我選擇貨黎襲 看看他的貫注力 我覺得試黎地襲的欺慮更加要求 排在中外檔的六三排在九檔 搶了出來的灰馬仔 六三白帽就是潘頓 這隻灰馬就是精神威 你見到他起步幾下散手就已經打了頭 當然你會說是試襲而已 但因為這次他正正就是排在外檔 而這場馬其實很多馬都是前速比較疲弱的馬匹 他在排外檔的話更加把心一環 縱使是慢一點也好 可以足夠時間麻煩 好過在裡面起步慢了 就會打群龍 而這一場的 應該說這一組的試襲 隔壁的對手 我覺得又可以作一個指標 例如是好運 甚至乎首飾大勝 流鼻血的威 寬星就沒辦法了 頭二馬可以這樣說 都是一些比較多出賽經驗豐富 和一些氣量的馬匹 去逼一下精神威 我主要拿精神威 和包裝時代的比較就是 大家都是試過谷襲 都是名次不錯 時間就不太好看了 但是他就是貪他的外檔 看看能不能積極點搶到過來 因為怕包裝時代 那些內檔 你定住被人埋了 懶惰手衛的位置 可能會沒那麼好跑 看看這隻精神威 也可能排出外檔的話 可能盤力沒那麼熱 熱了包裝時代 那些可能會比較直撥 這隻就是十五馬轉數高 其實看回他貴了 任何一場 你都可以拿到他的優點來講 500、542是強造 1600、1800 快放回來不斷 咦?可能正正因為這件事 會有些氣量 這次排到十二檔 模擬 是真的比較 這個 表面的 正貢 可能會吃虧一點 而他一出閘 倒到尾 當然會 難跑一點 但我正正就是 駁他一件事 這次他會重打 這個交叉被窟 季初他一出閘時 蔡大交叉被窟 和奧昏雲 請我來跑近那局 可能有點新鮮感 都不一定 如果這次的轉數高 在外檔 跟著精神威 一起賣 以他1400、1600 他的氣量 甚至是1800 還不斷 可能在這組裡 真是夠做 未定外比 他在前面 走一下順一點 走一下順一點 後上馬 神走進馬 運才 勇者勝 大運舞台 真是未必夠他衝 所以這隻轉數高 今次 樂圓飛 十二檔 蘇迪雄 我相信更加賠率 我會跟著他一次 搏他一個變數 契機 而第三選 四馬包裝時代 剛才跟 他用精神威的比較 我就怕他二檔 祖電田 抓住他 有沒有人馬角力 之類 而且他試襲的對手 我覺得 雖然他跟轉數高 是試過 但之前的學比威 超級炮彈 紅磚勇士 未算很夠實 寶山英 拋掉他 那隻 就叫做第二 潘迪 也是粗粗下 放了手 這件事 可能我又稱先了四五之間的比較 以及剛才說過 二檔的包裝時代 可能在排面上 或是初捨的賠率 會比較熱 所以 就放回第三選 這裏 入到直佬 這隻馬的翻步 還未算很爽 不過 他貪責 他比較側身 希望出色 有些新鮮感 幫幫忙 第四選 在幾隻 六五九總場次選擇 有幾隻跑過的 尤尾素器 勇者勝 在旁邊 百臂梁 善存千里 還有 在前面 賺了一些步速 就是神舟巨馬 幾隻馬來計 其實 都各有缺點 不過 勇者勝 叫做最洩步速 以及彎位最洩 因為 這場的步速是很慢的 所以 所以 打錯交叉 那隻 和力量就不厲害了 神舟巨馬 和善存千里 在中檔裡面 尤尾是神舟巨馬 打開了給他任聰 一直都改變不到 那個位置 而大外檔的勇者勝 重磅蝕了 的彎位之下 是追得不錯 所以 這三隻馬比較裡面 我要勇者勝 其餘我怕 大外舞台 只剩下的馬 所以 剛才那組 六五九 就要勇者勝 貪那些班底 而剩下沒有選擇 大外舞台 和運財 我怕他相對 運財更加被動 另外 大外舞台 怕他早期 勇朗 蓋過了 所以 就沒有遇到他 其餘的馬 都是比較近況 比較差些 所以 在 第四場的時間 五號精神威 十號轉數高 四號包裝時代 還要買勇者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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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